香奈兒不只有夢幻收藏包款 小鄉民可是還有一張夢幻的保養清單喔 不是收藏而是直接拿來用 哈囉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今天我可是相當尊貴呢 我要介紹香奈兒一個從2006年就上市 就不斷的開枝散葉的頂級奢華保養系列喔 很多人都會很努力的存錢 買一個香奈兒的包包來犒賞自己 但其實這個啊就是一個外顯的一個行為 但是我覺得啊如果你是更疼愛自己的人 你應該要買一下香奈兒的保養品 因為香奈兒的保養品啊就是自己在家用 別人看不到 可是它的保養的效果 這會讓你出去的時候受到無形的讚揚呢 香奈兒是以服裝精品香水起家的 尤其是它的一個很有名的這個Number 5的香水 快要步入100年了 那你們知道嗎 其實當初香奈兒女士啊 在製作這個Number 5香水的時候啊 他其實就是用一個服裝精品的精神 來跟他的調香師說 我要用這個精神來做一瓶香水 香奈兒就把他製作香水的精神延續到保養品 那我這一次要拍這個主題的時候 就跟我們家的編導跟同事在討論這一套奢華精植系列 然後我的同事啊就一直在那邊拿起來就拿這些產品啊 就試圖啊 試文就覺得說天啊這味道也未免太高級了吧 他就說這個感覺是一種高級的香水味 天啊你真的很厲害啊跟我拍片拍這麼久 沒想到鼻子也練出一個好功夫 沒錯 因為他這個奢華的精植系列啊 就是用到這個凡妮蘭的香草植物 那這個凡妮蘭的香草植物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被那個很多高級的香水拿來作為那個香水的基底的基調 本來是那個香氛的實驗室在研究這個凡妮蘭嘛 後來他們有一天就發現這個凡妮蘭裡面的活性成分非常的高 可以用來當作抗老的成分非常好 所以香水的實驗室的人就趕快告訴保養品實驗室的人說 我覺得這個凡妮蘭你可以好好的來研究一下 於是呢他們就非常大氣的在那個馬達加斯加島 直接蓋了一個露天的實驗室 直接培育這些五月的凡妮蘭 然後觀察他們的生長狀況啊 所以他們可以從他們的凡妮蘭的葉子 還有它的花朵 還有它的果實 還有它的豆莢 甚至它的殼全部都拿出來實驗跟研究 就發現他們各個部位都有不同的 對於皮膚保養有很好的功效 這真是一般保養品很難做到的 像五月凡妮蘭的花呀 它在自然的狀況之下都是昆蟲壽粉 那香奈爾威爾要控制它能夠長得非常好 所以他們就採取了人工壽粉 他們大概在每年10月11月 就是用當地的婦女 他們就拿了一個小小的針 然後呢就去看那個花朵 它在花朵盛開後的頭幾個小時 就要馬上完成人工壽粉的動作 其實這個是很精密的動作 很容易就把這些花蕊給弄壞了 所以呢 他們這個是非常傳統跟手工的方法才可以完成 那人工壽粉後的這個花朵 大概沒過多久就會長成一個果實 就會有果夾 那這個果夾裡面就有很多很多的種子 這所有的全部都是香奈爾可以拿出來做實驗 跟完成保養品很重要的一個原料 我手上這一瓶啊 是香奈爾的頂級奢華乳霜 那這瓶乳霜 其實我之前也有介紹過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 那因為它裡面的乳霜啊 打開來它的質地啊 其實是一種 就是鵝黃色的乳霜質地 那我覺得它的乳霜的質地用肉眼看起來就是蠻水的 就是有點透透的光感 然後呢它的質地呢 擦起來非常非常的舒服 因為它沒有很厚重 不需要有一些比較昂貴的乳霜 就是質地比較硬 需要暖霜的動作 那它不用 它就是一擦在肌膚上面 就立刻可以跟你的肌膚做一個融合 那因為很水很滋潤 擦完之後啊 就是表面上是一種很潤滑的感覺 然後呢乾燥肌膚立刻就得到了舒緩 那我真的也很喜歡這個味道 這個味道就是 讓我同事驚豔不已的 高級的凡妮蘭的味道 那這個香味啊 其實現在在101香奶奶的護膚空間 還有在巴黎 荔池酒店的那個香奶奶的SPA 它其實裡面全部都是用這個香味 聞起來就非常非常的 低調奢華跟高級 那我現在要介紹清單2 這個清單2真的非常非常厲害 它在上個月其實才剛剛上市 那這一瓶呢就是一個最新的一個奢華的一個 泰金露 那為什麼叫泰金露呢 因為你們大家看就是 這個瓶身 它就是一個非常尊貴的一個蜂蜜咖啡精的顏色 它其實是晚上用的精華液 它就是每天晚上使用可以幫肌膚做好很好的修護效果 那現在保養圈啊其實很流行就是 白天防禦晚上修護 這一瓶泰金露啊它其實一擦上去 它裡面還有一種時光生態的成分 這個時光生態呢一擦在我們的皮膚上 我們的皮膚就會立刻進行到一個睡眠修護的狀態 除了時光生態的成分之外啊 這一瓶泰金露啊也利用到那個香奈兒的那個奢華頂級成分的 五月梵妮蘭跟橙花精油 你們知道嗎橙花也是一個非常非常貴的成分 所以他們也用在這個系列裡面 香奈兒這一次啊是略有一種很獨特的香檳釀造的方式 它是一種生物的發酵方法 它就把橙花跟五月梵妮蘭把它的糖分去掉 然後保留它最好的抗氧化的多酚成分 所以這樣的成分結合時光生態 它就可以在夜晚幫我們的肌膚進行修護防禦跟一個代謝的作用 我自己其實已經用了大概半個多月 因為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歡 那這個泰金露的質地其實很特別 它擠出來其實是凝露的感覺 可是你擦它其實又變成一種很油 就是有點很滑順的油質地 就是只要一小滴 你看其實只要這麼一小滴 它的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 你只要輕輕推 就是感覺好像在擦油 我才擠出一小滴 它整個就可以在我的整個手背上延展開來 就是它很滑 真的非常非常的滑 一小滴就是可以塗全臉 你會覺得它表面其實很乾爽 可是呢仔細摸 整個皮膚變得非常非常的軟 所以呢通常我都會在化妝水之後就擦這個 皮膚就立刻就是變得很明亮 很膨彈 我就想說哇這個泰金露的使用的效果真的很好 另外它的味道就是 我剛說的就是那種很高級的奢華的味道 所以整個在臉上這樣散開來 我也覺得我好像擦了一個就是很舒服迷人的香氣 晚上可以好好去睡覺 那如果啊你就是覺得說你的皮膚比較 不喜歡有太重的滋潤感 其實擦完這個我覺得你可以什麼都不要做 因為它就是很滋潤 那如果比較乾燥的皮膚呢 你可以再加一點點精華或是再加一點乳霜 輕輕的按摩 然後就可以去睡覺 包準你隔天起來的皮膚就是光滑飽滿亮到不行 第三個香奈兒的夢幻保養品清單 就是我手上這個只有15ml的一個復活油 它其實是一個很少見的精華油 因為它的質地非常的特別 那其實美膚油保養油 現在在保養圈也是非常非常的流行 尤其是現在秋冬的季節 大家很希望藉由那種植物的 不管是單方油或是副方油的油脂 可以在皮膚上建構一個保護層 可是香奈兒這瓶復活油 它其實非常非常的特別 那它裡面呢 也利用到凡尼蘭的果實跟花朵 而且它萃取到最高最高最高的濃度 你可能只要一小滴 就立刻解決這些煩惱的一些老化現象 所以它就是非常非常的珍貴 它還利用到一個很古老的一個頂級香水 才會萃取的技術 它就叫做花朵的冷萃技術 它就是把一些花朵先把它靜置乾燥 等它完整的乾燥之後呢 再把這個乾淨的花朵 放在一個很純的精油裡面 然後呢再用手輕輕慢慢的攪拌 輕輕慢慢的攪拌 大概要攪拌三天 它攪拌三天之後呢 這個花朵裡面的一些精華 就會融到這個精油裡面 所以這精油就有那個花朵 非常好的一些營養成分 跟花香的氣息 你不要小看香奈兒 這個這麼小15ml的復活油 它大概要價快要兩萬塊 難怪成為小香迷 那個就是默默等待的一個夢幻清單 那這瓶油的質地其實真的非常非常特別 跟一般油真的不一樣 怎麼說呢 因為它擠出來 真的肉眼看起來就像是油一樣 你看 它擠出來其實就是一種透明 就是一個透明的油脂的質地 透明的 然後呢 那你推的時候呢 你會感覺到 你在推的時候 它有點像凝露 就是凝露會比較有點濃稠感 就是把它推開來 推開來之後呢 它就會在敷表形成一種 很潤著的保護感 你擦完之後 你感覺到哇 好像擦了乳霜一樣 所以如果你的皮膚啊 就是突然發生一些乾燥啊 就是脫皮不舒服的現象 只要一小滴 它就可以解決這些困擾 那我自己通常會可能是換季的時候 或者是晚上滴一滴 其實你只要擠出一滴 它就是可以點在你的局部部位 或者是整臉 塗完一下 你就覺得說哇 我的臉瞬間得到一個 酒和冯乾淋的感覺 所以非常非常的值得推薦 香奈兒之所以成為女孩夢幻的品牌 不管它除了精品包包 還有保養品彩妝品 大家都是會非常的喜愛 我這邊要再加碼推薦一個 它不是保養品 可是它也是屬於奢華 頂級保養系列的這個 保養系的粉底液 那我想說現在秋冬季節 真的很多女生啊 她們選擇的粉底液 不是那種什麼持久不脫妝啊 或者是很輕薄 她們想要的是一個就是有保養效果的粉底液 這個粉底液啊 也是上個月才上市的 一上市就是變成 大家又開始要去搶這個粉底液 因為它裡面就是含有 就是香奈兒的那個 五月凡尼蘭的保養成分 而且它也是利用剛剛這個 復活油一樣的這個花朵冷脆的技術 把那個很好的成分放在裡面 另外又再加了一些甘油啊 玻尿酸 所以它這個粉底液除了有保養的效果 保濕功能也很好 所以你大概擦了12個小時 你的皮膚感覺就是那種保水 很亮很水亮很健康有光澤的感覺 像我自己啊 就很喜歡這個粉底液的質地跟效果 因為擦在臉上 就是像我這樣子的年紀的人 就是也很希望 它的這個粉底液是有保養的效果 而且還可以遮瑕 那它遮瑕的效果也不錯 重點是啊 我覺得就是它裡面附了一個小刷子 你看果然是香奈兒 它裡面附了一個這個刷子 上面還有香奈兒的logo 然後呢它附的刷子 就像是我們一般買的這種尺寸 錐形的這個粉底液刷 它的長度其實剛好是我們女生 就是手可以很好握的 那怎麼用呢 我覺得就是也很簡單 你不要以為刷子就是 專業彩妝師才會使的工具 其實它這個就是也是一個 男女孩跟笨女孩 馬上就可以上手的粉底刷 那就是如果你上在臉上 像我不是彩妝師 我也可以畫得很好 就是你把它上在臉上之後呢 你就先用這個粉底刷把它刷勻 就是你衝你的臉嘛 就從中間把兩邊全部都刷勻 你看因為它的這個粉 因為它的刷毛非常的細密 而且做這個錐形 所以它就是很容易就刷開來了 刷開來之後呢 你就開始打圓 慢慢的畫圓 慢慢的畫圓 哇 這個毛真的是非常的蓬鬆 而且好舒服 好像有按摩的感覺喔 你看 其實就這樣子一直不斷的畫圓 畫圓 重點是沒有粉痕 很多這種刷毛這種平刷 一刷就是有很多粉痕 它完全沒有 就是讓你在上粉底的時候 很像在按摩 就是皮膚就是一直痠痠的按摩 粉底刷 搭配這個粉底液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喔 以上四個就是香奈兒女孩的 夢幻保養品清單 你有沒有想趕快去買哪一個呢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保養 彩妝 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